首先我們用其他的四指 把大拇指給包住 包住之後我們手肘伸長 然後往正前方大拇指往下拉的動作 有沒有通通的 有 有一點緊的感覺 緊緊的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美意動自動 我是主持人吉特 今天我們來探討一個非常特別的症狀 那就是媽媽手 為什麼會有這個媽媽手呢 那是不是只有媽媽才會得到這個媽媽手呢 那我們先歡迎我們今天的物理治療師 胡逸為Kiwi老師 大家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物理治療師 胡逸為Kiwi老師 Kiwi老師 那我們先請問一下 我們為什麼會有媽媽手呢 什麼叫做媽媽手 我們在醫學上面叫做 狹窄性肌腱滑膜炎 那疼痛的位置就是大拇指下面根部 接近手腕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 當我們用力翹起來的時候 有沒有看到有兩條肌腱 上面這一條呢 我們叫做深母短肌 深母短肌 對下面這個呢 用力往下拉的時候會出現 我們叫做外展母長肌 所以主要是這兩條肌腱 他們在通過手腕這邊 他有一個像小通道一樣的 我們叫劍翹的地方的時候 所以當我們重複使用太多 這樣旋轉或是外展扭轉 這些動作的時候 重複太多造成的發炎 造成他在動作上面引發疼痛 這個我們就稱之為媽媽手 好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藉由外部的檢測 來檢測是否自己有媽媽手這個症狀呢 好 那我們教觀眾朋友怎麼自己測試看看 首先我們用其他的四指 把大拇指給包住 包住之後呢 我們手肘伸長 然後往正前方大拇指往下拉的動作 所以我們剛剛翹起來那兩根肌腱 這時候會受到拉扯 來 我們來一起試試看 四指 包住大拇指 包住大拇指 好來 全心向上往前 全心向上往前 然後慢慢往下拉開 慢慢往下拉開 有沒有動動的 有 有一點緊的感覺 緊緊的 所以這時候如果出現非常嚴重的疼痛的話 就可能是你這個地方的肌腱 或者是他的滑膜發炎了 就是媽媽手的症狀喔 那我們再請問一下 Kiwi 老師 哪些族群會有得到媽媽手的可能呢 顧名思義嘛 為什麼叫做媽媽手呢 其實很多都是因為新手媽媽在抱 baby 的時候 這樣抱 這樣子夾著頭嘛 所以他們其實重複抱著 baby 包括擠奶 包括侮辱這個時候的動作 都是用虎口 大拇指 凹在這個方向的時候 一直做重複的大拇指的活動啊 扭轉啊 或者是有些人他們是開瓶蓋啊 美髮師 常用剪刀 剪剪剪 一直用大拇指 甚至最近的文明病 小朋友滑手機 手機整天這樣的大拇指一直滑一直滑 其實都會造成這些基建跟滑膜中間 過度的使用 產生沾黏跟發炎 而導致媽媽手喔 所以不是老人的專利 不是媽媽的專利 各個年齡層都有可能 就是看自己使用的習慣上面 會不會導致這個地方有發炎沾黏的情形 好 那再請問一下Kiri老師 媽媽手的併發症有哪些呢 其實很多人他們得到媽媽手之後 因為手轉不動 扭不了嘛 結果出現呢 什麼呢 蓋腸 其他的肌肉 其他的關節 去取代本身的角度 跟手腕連結在一起的 其實是手肘 手肘 所以很多人他們在翻轉上面 因為出現疼痛嘛 所以他們反而過度使用 他們的手肘肘翻轉 比如說 喔 手會痛嘛 我要嘛帶一個護具啊 然後要嘛這邊就是過度的去扭轉它 所以反而在媽媽手肘 很容易引發的是什麼 網球肘跟高爾夫球肘 因為大拇指不能用了嘛 其他的關節就會過度使用 反而引發一些其他手指的症狀 包括關節炎 我們講板肌脂等等 都常常會是 接續發生的 一連串的其他疾病 這樣聽起來還有其他的連續的疾病 都還蠻多的這樣子 對 我以為網球肘跟高爾夫球肘就是 你去打啦 有打網球 打高爾夫球肘才會有 其實很多人都不是 很多人的病人都是告訴我們說 欸 我又沒有去打網球 我又沒有去打高爾夫球 為什麼我的手肘這麼痛 其實常常都是出現這種代償 所以很多人都說我的手肘 我又沒幹嘛 他其實整個手腕都變形了 所以變形的狀況之下 他平常在使用這種抓握動作的時候 就會造成這些肌腱跟環膜過度的摩擦 而產生媽媽手 好 請問Q老師 那麼媽媽手的治療 是不是治療一次就可以永久好了 還是如果你再去 常常這樣不當的使用的習慣 來使用3C產品的話 還是會得到媽媽手 所以首先我們在治療上 第一個要先改變平常使用的習慣 當然在急性化炎的時候 會先以消炎鎮靜 他本身那個疼痛的感覺 為第一步 那等到消炎過後 他其實是階段性的 消炎過後到第二階段 就是要讓你的肌腱 恢復他的強度 再來恢復他的彈性 在恢復彈性之後 還要讓你的肌肉長得更健康 所以肌肉本身要把臉的更強壯一點 肌腱本身會長得更好 所以他是階段性的 絕對不是一次一粒巴拉蹦 他就好了 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復健都是這樣子 首先消炎 再來恢復長度 再來恢復他的彈性 再來練到更茁壯 讓你在做平常事情的時候 可以更有力氣 然後更不容易發炎 當然改變習慣 是最根本的基礎 好的 大家已經知道媽媽手的成因 還有保養的方式 那我們現場請Kiwi老師來教導我們 怎樣預防媽媽手 那現在來教大家怎麼做伸展的動作 跟剛剛我們檢測的動作一樣 我們一樣是五隻手指都攤開來 用其他的四指去包住大拇指 手肘伸直過後呢 把大拇指輕輕的往下拉到底 到酸酸痛痛的地方持續十秒鐘 如此重複三到五次就完成了伸展 再來我們要一起伸展其他手指的曲曲肌 手心朝上過後我們讓手指尖朝下壓 然後另外一隻手來幫忙指尖往下拉到底 這時候會感覺到整個腹側酸酸痛痛的 停在那個角度一樣十秒鐘 重複三到五次 拉完腹側的肌肉之後呢 我們換背側的伸展機 手心朝下 握拳 把拳頭往下凹 另外一隻手一樣過來幫忙壓 壓到底酸酸痛痛的地方 持續十秒鐘重複三到五次 這樣就可以完整伸展到我們整個前臂的肌腱跟肌肉 再來要教大家怎麼去讓這些肌腱跟肌肉更有力氣呢 我們在家裡可以拿一個水瓶或者是小雅琳 握住它比個讚 這個時候假裝它是一個水瓶 我們要做喝水動作往上拉到底 往下往前倒水的方向 所以往上往下重複十次做三到五個回合 再來 維持針中 假設它是一個小雅琳刷 做左右刷動的動作 左右刷動 左右左右拉到底 讓整個前臂完整的做旋轉 左右拉到幾乎水瓶的方向 如此也是重複十次三到五個回合 這樣子就可以有效訓練到整個前臂上面的肌肉了喔 再來怎麼去針對媽媽手這兩個肌腱做訓練呢 我們在家裡可以拿一個髮圈 或者是橡皮筋都可以 那我們就把這個髮圈套在食指跟大拇指中間 這時候我們可以試試看喔 我們去找剛剛的肌腱 我們把大拇指再往下拉一點 下面這個肌腱立起來了 往上呢 是上面這個肌腱立起來比較多了 所以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要去找到正中兩個肌腱立起來一樣多的位置 那我們把它拉到底過後呢 慢慢放鬆 重複七到十次 這個時候是在訓練他的肌肉力量 就是肌力 適合需要短時間內出大力量來做這種扭動動作的 擠毛巾的 或甚至餵奶的這種媽媽 很適合練這種七到十次的出力 再來如果是我們要用一整天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說滑鼠要用一整天 八到九個小時 或者是剪頭髮要一直剪 或者是要一直重複這種抓握人 簽名的人 我們要練肌耐力喔 怎麼練呢 一樣的方式 但是不一樣的時間 所以一樣找剛剛兩個肌腱很平均收縮的角度 慢慢撐開 那撐一點點就好了 開始計時一分鐘或兩分鐘 覺得有點痠痠痛痛的時候呢 把它放下來休息做伸展 如此我們再做一次 我們剛剛撐久的動作 所以撐久的這種肌耐力 適合長時間使用 這個大拇指 或是常使用那種抓握動作的人 這樣子就可以讓你平常 更免於媽媽手之苦了 以上這些動作交給大家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喔 好今天很感謝Kiwi老師為我們帶來 這麼多媽媽手的保養的方式 還有知識 不論聯盟媽媽手 都要從日常生活中開始保養喔 今天的每一動之動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大家知道嗎 你在做家的時候 有可能會接觸到一些洗涤劑 或者是一些不明的物質 或者是一些 呃 等一下 我們是想撲貴手 對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我們不會再說 你看 我們悶